严家杀戮龙井交界处占地1250坪豪宅 一窥庄园内部日式风格的平房建筑物 周围重满松柏环绕典雅造景 现在被踢爆 疑似又是一起威剑 从空照图来看 发现地号490上头有栋方形白色建筑 逼对庄园内部疑似旧式之东日式建筑 经查证国长段490地号 所有权人确实属于严家人 登记面积约772坪 但上头显示明明是绿区保护区 却有建物甚至查无建造始造 这个有严家所持有的私有地 但是它也是保护区 居然可以在上面建立另外一栋 很大栋的主体建筑 那这个主体建筑 我们查了相关的系统 完全没有任何建造始造 可以说它几乎笃定 就是一间百分之百的违章建筑 严家县被爆自立路豪宅始造竣工 日期显示2013年 但是2014年的街景图建筑物 却还在施工 涉及二次违法加工 又遭爆料这栋日式建筑物 也涉及违建 严家至今被爆三起违建案 台中市府态度消极 大家长盧秀燕不标态 严宽恒也不多作回应 本案经查无违建查报记录 遗设违建部分 依规定程序 系由公所查报 台中市独发局证实 线上确实查无地号490 有任何的建造和实用执照 但有违建还是要到现场会刊 测量才能确定 预计12月24号 发函当地区公所 下星期一会前往会刊调查 山姓王子余将进行 现云真台中采访报道 渠道内荒檐漫草 几乎快遮蔽后方白色建筑物 而被植物遮盖的 就是盐宽恒 位于三路里的庄园市豪宅 但却遭人爆料 里头部分设施 盖在国有保护区用地上 国产署标注文件中 蓝色线条清楚画出占用范围 要进行标注 申请时间点落在108年8月 却遭外界质疑 这时间点大有玄机 我们那个标注的最要点 在108年有做了一次修正 那修正的部分是从 底价部分的计价方式 有做了修正 修正前后它的底价 会从78万多 然后现在是23万多 国产署108年7月底 才更改标注底价计算方式 也让这笔国有地底价 从78万8800元 直接下杀到23万3280元 一周后立刻有一名林先生 提出要申请标注 但隔年公告标注时 却仅有一人投标 立委林楚英指出 得标者就是盐宽恒妻子陈丽玲 但早在108年 提出申请标注之前 国有地上就有咖啡亚坐 车道大门等设施 被指引难道是看准降价 才要租吗 这笔433之6 国有地占地350.9平 权利金23万多 年租金11664元 今年5月开始租约 租金长达20年 换存下来 月租金只要2000多块 有占用的情形之下 针对使用的现款来办理标注 那一开始我们发现 会通知这个使用人 交使用补偿金 对此盐宽恒表示 一切合法成租 不过国产署也证实 申请标注前 国有地上早有建物存在 国产署强调 如果相关单位认定 土地遭非法使用 需收回 将会依法终止租约 台中报导 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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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威